《教会诞》 大家好 今天我们接着往下讲 第二十七课的第三小节 教会的诞生 上一小节我们讲到了圣神的降临 当圣神降临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声音从天上来 所以这个响声就聚集了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一些外方人 因为那个时候是逾越节 所以很多人到耶路撒冷来过节 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响声以后 就聚集在这个楼房的附近 他们就来到这里 他们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们看到这些门徒们 开始讲外方话 有的人听到说他讲我的话 有的人说他讲我的话 这个时候他们就不知道如何来解释 有的人就说他们大概是喝醉了酒了 这个时候门徒长波多禄就站起来 开始跟大家讲话 他说波多禄就从十一位宗徒站起来 高声向他们说 犹太人和所有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请你们留意侧耳静听我的话 他站起来开始讲话 因为我们知道圣神给了他这个能力 然后他讲话 他讲话了这样 他说 诸位以色列人请听这些话 纳达勒人耶稣是天主用德能奇迹和征兆 即天主借他在你们中所行的 依如你们所知道的 给你们证明了的人 下面他说 他照天主已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付了 你们借着步伐者的手 钉他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 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 使他复活了 接下来他又讲了 他说这位耶稣天主使他复活了 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 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 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 你们现今所见的所闻的 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神 你们看到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不是喝醉了 是我就是圣神 因为圣神倾注在我们身上 就是祂所倾注的圣神 接下来他说 所以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切知道 天主已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 立为主立为墨西亚了 他们一听见这些话就心中刺痛 因为耶稣是没有几天以前被定死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心中刺痛 谁向波德鲁和其他宗族说 诸位人人弟兄我们该做什么 波德鲁跟他们讲说 你们悔改吧 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 我们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那一天受洗的大约是三千人 大约是三千人 从这一段圣经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事情 告诉我们几个事情 第一个 当圣神降临在门徒身上的时候 那是圣神给予门徒得能 给他们能力 这个时候 第一个表现是他们不再害怕 我们知道前面我们都记得说 他们都呆在房屋里面要把门窗都关上 不知道应该是跟人们讲什么 有人跟他们讲说耶稣复活了 他们就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有的人就回家去了 有的人就去打鱼去了 不晓得怎么办 现在当圣神降临的时候 他们不再害怕了 大家聚集在一起 然后站起来开始向众人讲话 我们看到圣神吹破门徒 大胆地宣讲 我们刚才听到这一段 波多路和其他的十一个宗族就站起来 大胆地宣讲 那宣讲什么呢? 也是圣神要把宣讲的这些话 放在他们的口中 所以波多路宣讲的核心是说 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 祂已经复活了 这叫宣讲的内容 耶稣已经复活了 这是最最关键的信息 要人们知道 接下来我们看到说 圣神使人明了 耶稣的死亡 不是说一个好像是一个很不凶的事件 一个人的牺牲品 不是这样 耶稣的死亡和祂的复活 实际上是天主救赎人的计划 是天主从创世以前 就已经定下的计划 是天主的计划 虽然人邪恶 但是天主即使利用人的邪恶 也完成了祂要救赎人的计划 接下来我们看到 圣神感化人心 我们听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说 当这些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他们心中刺痛 感到自己的羞愧 心中刺痛 接下来他们讲 我们应当做什么才能得救 这个时候 这也是圣神的工作 让听到的人 能够接受宣讲 能够接受洗礼 这个时候我们讲到教会 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 教会的诞生是由什么诞生 不是说有这些人 大家聚集在一起开个会 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教会 不是这样的 教会的诞生是由于天主圣神 是天主圣神使得教会诞生了 同时赐予这些人以德能 使他们能够把天主的福音传扬出去 在这里最后留给大家的这一句话 是《宗族大师录》第二章里面的第41节 他说凡接受他的话的人 接受当时波多禄站起来宣讲的这些话 凡接受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 在那一天增添了三千人 在那一天增加了三千人 好 今天的第三小节我们就讲到这里 今天我们就整个第27课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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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